我今天要看那片很棒的 錄影 因為錄影非常棒 我錄影的導演 我的課程經常是充滿數字 喜歡數字的人會聽得下去 有些人他其實沒有什麼數字來觀念 我朋友 我最近桃園的一個客戶 他跟我買了單片裝 四片裝 然後他們家又要賺一個九個黑的 然後錄影影響他身邊的一些人 那錄影的狀態呢 發電不是為了要 要賺什麼錢賺什麼錢 那他是桃園的包租公包租公 兩夫妻收入很高 以前年收入他們兩夫妻加起來 三四百萬 他繳了四十趴的稅金 所以兩夫妻討論完之後 楊小姐跟他先生的先生說 不然我們不要做啊 那你做你一年兩百萬 所以金層變成二十百百 不是四十百百 那後來 那後來 他安裝這個太陽的系統的過程當中 然後這一年來 他找不到系統相當中 為什麼他掃不到人? 為什麼他掃不到人? 屠宿太角 對,屠宿太角 他想要裝他們家的遮陽光 然後他們家密集也不是很大的 那當然他因為要住桃園 本來的系統箱就不多 桃園系統箱是真的不多 在幾年前都是在中南部 中南部的運動 那他 他很在意的一些事情 他是苗栗後榮的 後榮是有一個天然氣的火力發電廠 然後南邊也沒有 火力發電廠 他們在意那個空氣污染指數 所以去他們辦公室 有一個空氣污染的探測器 DM2.5,一顆三千萬塊錢 他們後榮家也裝不到 那我也想要買一個 然後他 他也同時關注 北京的空氣污染指數 那這兩天北京的空氣污染指數 竟然都要到322 今天新竹是20 今天老幾秒都有滿乾淨的 在20的10 這是人 人正常乾淨空氣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 北京是322 那你們中章火地區 你們如果有觀測 關注空氣污染指數的話 150 一下子倒掉 那現在有多個機率叫做紅色 那 空氣污染跟太陽的發電有什麼關係呢 是有說太陽的發電 當然我一開始是被錢吸引進來 因為 丟一千萬 一年就有五十萬 連續連二十年之後 還可以領回一千萬 這不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嗎 基本上還把很多人在 把寶大納或是 跟房地產相比 都蠻厲害的 是真的很厲害 那很多人他沒有安 他目前沒有安裝的原因 其實只是因為 他沒看過人家裝 假設我今天賣的這個是一個房子的話 這房子應該賣出很多套了 那好幾棟呢 我這棟是房子一千萬 你收出收了二十年之後 還可以把房子賣掉 領回那一千萬 這房子好賣嗎 很好賣 我是因為這個數字 而進到太陽的發電 而這一陣子 我昨天接觸到 我的三年前的客人 我到高雄去了 成交的第一個客人 叫張淵俊先生 他現在是做 那個天堂伺服器 你像你打電動 他賺成的方式是 你可以贊助我兩千塊買武器 贊助我一光菜 我給你什麼樣的 佛麗片之類的 張先生他就裝了三年 這三年他從來沒打電動給我過 總之他就一直賣店 收益子有賣的時候 他就兩個月領事 兩個月領事 我大部分的特務 基本上很小打電動給我 請問大家能打個萬嗎 不會 只會台空來 我只怕台空來 台空沒來 就有客人 他便利器保護五年 那五年當中 他便利器不太會壞 壞了 便利器公司打電話 馬上過去換 我看的時候他不會打電動給我抱怨什麼 太陽 其他的賴 沒有 他不會跟我說 怎麼你那麼少 怎麼會不會發生 因為太陽是很穩定的一個 一個熱量的光亮的光線來源 所以我在賣太陽的過程當中 我用數字跟客人導引 可是我忘了其實有一群人 他是為了環保 這兩個字來的 而為了是可再生能源 這兩個字來的 像今天我看演出 有人分享說 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竟然已經完成了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供給的無料 當然他還有其他電力的供應 那巴黎的 巴黎的天后氣候協定已經生效了 那巴黎他有目標 在幾年以前 他有達成全市的公共用電 路燈啊 什麼這個 招牌的 油 油 再生能源供應 今年開始 今年開始 那很多的城市 很多其他國家的城市 在巴黎氣候協定規範裡面 他已經在做了 在沒有規範的國家 像 英國的IKEA 英國的IKEA是 全部裝太陽安板 甚至他英國IKEA裡面 他跟大陸廠商合作 他可以在IKEA裡面買到你想裝的太陽安板領牌 或是找到安裝箱 在IKEA裡面 那你可不可以再深入想下去 你加樂福可不可以擺攤呢 你特務衣服可不可以擺攤呢 你COSF可不可以擺攤呢 你COSF可不可以擺攤呢 哪個太陽安板具 有沒有人會問你 會 就是會有人問你 可不可以擺攤 可以啊 可能6日我們幾個人 我們搬個兩外板子過去啊 現場單子拿著搬 租金給他沒關係嘛 以前我們是手術帶去開一個店 可是現在我們換個思考 是不是我們可以走出去 這是我另外一個思考面 我們看英國IKEA可以買到 你在美國的超市 你可以有人在跟你諮詢說 你裝幾片板子 你裝多少板子 他可以幫你試算一下 你可以發出多少電 你可以想一下多少錢 很多改變都在發生喔 全世界改變都在發生了 那台灣人其實是比較不在乎房間的 你相信嗎 我們可以忍受隔壁鄰居在排放 廢水 製造 土地的污染 我們可以試用 尤其是 就是工業區附近 農地改成 也比如廠商 他就排那些水 就是你在喝的水 你也都沒感覺 這是真的嗎 是啊 在國外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國媽媽 欸你怎麼可以當入惡症呢 你怎麼可以打小孩 他會仗義直言 那台灣人的環境的敏感都很低 導致你看現在我們環境 同情無感真的是爛的 環境 你身邊有誰跟你提出這個議題跟你聊天跟你討論 台中無敵無感 你也看到常常指道什麼道的 可是你真的有感受嗎 有感受嗎 有感受 有感受可是 會拿所有人跟朋友聊天嗎 不會 沒有 所有人都會求生存 你講他幹嘛 都不能賺錢 講他幹嘛 可是你在中國彈的 都沒有人了解 大家都馬上賺錢 你彈什麼東西就這樣 他會死 可是你在國外 你會發現他們已經開始在做 而且已經做到 100%再生能源 攻擊天地了 你怎麼看這些事情 世界在改變 可是你沒感覺 你知道明天是冬至嗎 明天冬至你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冬至意思就是 太陽最長的那一晚就是冬至 不好意思 夜晚最長就在冬至 明天冬至隔一天開始 夜晚逐漸的桌擺 今天是冬至前一天 你在穿長秀 對不對 我在穿長秀 今天很多人穿長秀啊 都是過的 是不是 是啊 有像冬天嗎 加化冬天是長這樣子嗎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冬天很冷耶 還是我小時候很怕冷天不怕冷 小時候冬天冷嗎 因為聖誕節都去轉大衣 對嗎 快聖誕節 再五天聖誕節 台中以前聖誕節 應該也是穿大衣吧 怪的 就是有夠怪的了 我們已經連續怪了好幾年了 對不對 這幾年你會發現很怪 去年竟然下雪 去年有新竹 冬天竟然下雪 那你有沒有看到 臉書很大 很想說 我現在下雪了 記得有些印象嗎 這幾年有沒有印象 怎麼現在 又不是冬天的梅花開了 不是夏天怎麼會什麼花 怎麼不照時節開了 氣候在改變 那很多事情也會變化 當然啦 暖化這件事情 讓我們北部的人 發電量比較好 這是我觀察到的 農政局統一數字 通通都不準 為什麼不準呢 因為我北部的太陽明明 就1200度發電量 它只寫981度 不準嘛 我覺得是不準 但是我想想也就是不準 因為它沒有更新到 update到今天嘛 它的數據是過去十年 台灣太陽的發電 累積的量 那03層在 在它累數裡面 它公佈一張數字 台灣 這幾年 整整起來總共1G了 累積有1G了 1G了 1G了 1G什麼意思 我最近才搞懂 什麼叫G 1G等於3個0 3個0 3個0的Mega 1M等於3個0的K 所以是 100萬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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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搞了10年 100萬K交通 可是中國大陸 可能一年 它那些10個G在安交 中國大陸 你不要覺得大陸好像是很多 可是它在很多地方 它很超越台灣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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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全世界 60%的太陽明明 是強調的大陸 台灣占15% 這以前我告訴各位 可是大陸有34個行省 先不要講什麼獨立啊 統一這些政治議題 我們講台灣跟中國 其實我不是講 童文同種的話 台灣人 非常強大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省 我們可以做到15%的全球市戰率 那3個4個省 加起來是60%的全球市戰率 請問它平均每個省 是不是不到2% 都會數學啦 六十除三十四到不到二嘛 一个行省做不到全球市占率2% 中华民国在台湾间做15% 有没有骄傲? 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 真的啊 鼓励一下 这不值得骄傲吗? 那天我朋友说大陆有三十四行省 他是不是讲太阳门 我会不会干嘛开市了呢 三十四行省六十五 会不会跟你讲聊天 就跟朋友聊太阳门的时候 他说大陆啊 他就讲了一堆说发现 欸不到两趴欸 我就看看台湾 十五趴欸 隐形冠军在台湾啊 可是这很讽刺的是什么 这都出口 十年保一居 那全世界最后小太阳门把他居 什么意思啊 原因是怎么办 跟你讲一下原因是什么 你再讲出来 认证的认证还有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不知道 还有什么原因 没有说算拖着什么 关键 关键就是武器对不对 我觉得有更简单的原因 分享给大家知道 电影有没有很便宜 你有省电吗 你有在省电吗 没有人省电 各位省电是老师教的 老师省电吗 没有在省电 真的 因为我以前教书的 校长从来不会说 哎呀省电用啊 老师啊 省电用啊 冷气没有啊 没有干嘛 不要开啊 不用讲 那这个电也差出的 电钱老板 老师不用付的 校长不用付的 浪费啊 不用浪费的 小学 小市啊 你看大学 有在省电吗 没有 他电费可能一年也缴 一亿两亿的电费 你去查 网路 台大电费一年多少钱 原因是因为台湾的电费政策 越南七块 简直到七块 飙动店不是这么贵 比你的国民所得 还贵好几倍 台湾市 台湾市在先进国家了 而电费卖 却是 是 是 是落后国家 拿个面子 我下来一听 鼻子也很过敏 我在鼻子里 可能空气不两个 我会 我会讲这些 其实是 是这样 很多数字显示 这是应该要做的事 可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人们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 那我们不断的告诉人家说 别人都已经百分百战胜能源 别人都怎么要战胜能 达到百分多少 台湾战胜能源比例 战胜能源比例 是4% 风力占2% 太阳光电占2% 数字 那个数字实在是 低了有多吓人 你还敢说 台湾政府不敢说 自己是世界冠军 你讲这些 对人家笑话 你自己生产太阳饼 台中市政府 不敢宣传说 我们太阳饼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我们太阳饼 是全世界最便宜 最物业价美的 我们台湾人 台中太阳饼 你不吃很广 我会台中人 连宣传 你不敢宣传 台中太阳饼 全台湾都知道 台中市政府 会不会打太阳饼的名号 会 因为那是民产 所以你先打出这个名号 台湾的太阳能板 是台湾的民产 全世界相同价格里面 最便宜的地方就是台湾 不然就会卖去15% 德国都被我们干掉 真的被我们干掉 美国被我们干掉 你要相同价格 最便宜的台湾 你信不信一片的 不到五千块 你能相信一片不到五千块吗 你做得出来这个吗 如果你真的认真 算一片五千块钱 假设你直接用直流电来驱动 用太阳鞋 直接驱动一个 直流十二伏的灯泡的话 那一片五千块钱 你再去买一个灯泡 十二伏灯泡 一分什么呢 不到五十块钱 它每天可以产出 一度电 一年 三百 三百度电就好 四天一千二 三百度电 三百度电 一度 你就算 平均三块好了 它每年可以帮你产出 九百块钱 它一年产三百度电 一度你就算三块钱 它一年可以帮你产出 九百到一千块钱的产值 这一片才五千块钱 很大 这片板子让你用灯 五年底就还本了 这头爆是不是全世界最高 我就在这里 我就说 这个头爆五年还本 是二十个percent 你用还不用 你不用 因为每人都告诉你 它这么好用 我最近在玩直流灯泡 我发现 真的啊 那片板子我放出去 我直接接三个灯泡 三个灯泡 它就亮给你看 太阳光一起来就亮了 太阳光一起来就亮了 那一片你们能够想办法 把它接三十二伏串 来放三个灯泡去 如果在你们家加入户里面 你买一片的那三片 看你们家几盏灯 它一片可以驱动三盏灯 十二伏的 然后你们家客厅就是用三盏灯 你就买一片白外面 就由太阳光的工艺 直游灯到你们家客厅 其实很多家客厅是暗的 你知道吗 不是白天家里的亮嘛 你家白天家里的亮 总有一暗的地方嘛 白天的时候厕所是暗的 你就会拉一盏 太阳光那里面去 你看哦 一千块一年 可以帮你创造出一千块的厂值 在国外啊 我们来讲 就在德国好了 在德国一度跌 十元 三百度跌 德国和没三百度跌 两百五十度跌 总有 十元 他一年产是两千五百块钱 那一天才五千 德国和装不装 在哪 白痴啊 那我去帮上个幼稚园的课 他知道两年还本没有装 在台湾那是五年还本 比较安逸 可是 你留一个东西是五年还本的 我都听了 没有啊 那我讲的是直流店 那我如果要卖店 我就要做架子 要变游戏 要很多人跟我手续什么的 那可能要搞十年还本 九年半还本 九年还本 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应该对这个环境 对这个气候变迁 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努力 做一些付出的时候 你买不买哪里面啊 你买不买 你买不买 我都已经记得了一个道理 我觉得你不买 你真的是 辜负我们台湾人 怎么会做台湾版 你不买 你身边没有人做台湾版 有啊 你不买的人 你不支持他 我觉得是啊 我为什么买太阳 我觉得台湾又吃不屌 我国家你不买几片来玩玩看 你怎么付 台湾电脑厉害吧 你有没有买了啊 有啊 那他们帮你干嘛打电动 台湾脚踏车世界第一嘛 捷安特美利达 世界第一 你们彰化全世界最后 做自己的脚踏车 脚踏车的地方 你有请捷安特吧 我跟你讲 所有人都有贡献过捷安特 所有人都贡献过捷安特 不然美利达 不然就巨大 有吧 因为他台湾骄傲 我们曾经宣扬过 台湾是世界第一的脚踏车产地 台湾是雨伞的世界第一产地 现在事实上 台湾真的是一个 太阳能电池片的世界第一产地 太阳电池片就是 那总共我们60个CLC 一配一配的太阳能电池片 组合起来的太阳能板 张英俊跟我说 他是为了环保装太阳的花电 他不在这赚多少钱 不就好了嘛 大家觉得说 太阳能板有些要遮 第一个原因 他遮阳 他直接取代一点 他觉得 与其转不会赚钱 不会发电 那你的转不会赚钱 不会发电 至少还有完本的机会 所以昨天我们在八道山遇到张英俊嘛 我在跟他从高雄北上来跑彰化路上 他就跟我分享一些事情 他说 对嘛 我们就应该用使命来跟人家交通嘛 大部分人活着忙忙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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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钱很熟悉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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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佐水溪旁邊我剛才幫他放了四電板 下面住了四個人 四個外勞 因為沒有電 那雲林的西螺 西螺旁邊那個佐水溪沒有電 沒有電外勞不想去做 沒有不想沒有做 那大家沒有電也沒有涼的可以喝 也沒有辦法煮 煮飯要財物發電機超級少的 那我去幫他抓到四電之後 你相信嗎他可以用大盒麵我煮飯 真的你們要跟我去一次 體驗一下什麼叫做沒有電的環境 在沒有電的時候 你會跟我講賣量的設備 還本投資報酬率這些鳥的嗎 沒有電啊你們家沒電啊 你會跟我談報酬率嗎 有的話這樣的反訊你會哭出來了 能夠點亮燈嗎 你記不記得前一陣子的新聞是 有三星扛了太陽嗎 扛到山上幫他們附羅點了第一盞燈 那好簡單的啊 沒有人會去幫忙他們做 不會有人想要幫他們做 政府發發我們平地區的這個水溝啊 柏坦呢大屋橋梁 如果幾百幾千在做的 我爸爸一年可以做正公司三千萬兩千萬的生意 可是他們從來不會說 幫附羅跟一個幾天那樣擺上去 沒有電人立方 你不要彈頭暴 有電就已經萬幸了 那這一套才十萬塊錢 含八顆電池四片板子 為什麼四片板子可以搭個電池 因為他白天家裡其實外勞是出去工作 所以他電沒有用 那電池存保就不會充 所以他八顆存多一點 讓他們晚上再放出來用 電池是一個非常完美 是一個跨世紀的發明耶 現在誰沒用電池 沒用沒聽到用電池 可是很多人說電池因為他是消耗品 所以他跟太陽的腳印大堆 他不要用電池的理論 可是在我看來 電池是每天都要用的東西啊 我們誰可以用電池啊 那太陽能搭配電池 才會出現一個非常完美的狀態 就是你白天沒用晚上用 用你停電的話 我們這套太陽能系統 是完全可以獨立供電給你的電池 我最近賣太陽能系統 不一定是賣頭暴 我們賣老闆是做股票的嘛 每股就晚上開盤的電池賣 哇小賺一百萬 那麼賺一號來 來讓你們家 才處於鍛鍊狀態 那上次不知道是誰 是你聊的嗎 是你的 他是誰的 我電池的廠商林一香 跟我說那天我跟他的 那個印刷廠總經理 張總一起吃飯 唱這命運 他說 欸張總我們那印刷頭一顆五有十萬 那個銀電有個包廢 怎麼也不行 不用銀電 有UPS 一直供應者 UPS供應者 那UPS供應者是一個方法 你要不要買一個更高階的 如果你這樣再裝十二片板子 那補個電流器 那個就是 UPS 雖然是有電 可是只能撐一陣子 那你如果裝太陽能把它 一直衝 一直衝 一直衝到你晚上還可以一直用 用UPS就準備白天的電量 你晚上怎麼辦 那太陽能可以這樣 白天用太陽 晚上用UPS 你可以持續二十四小時 看你要幾小時都可以 都可以有電 不要一次性的大火捏 電池很好用 所以這一套十萬塊錢 張總經理說 那我幫我幫你買 他覺得以前我們都在談太陽能 是談錢 有別的地方可以賺錢 因為他做四五六 可以賺十萬 那個天堂 那我幫你買 我覺得這是有使命的工作 有使命的工作 對啊 大家都知道裝這個 台灣是中國生產板子 然後 技術也已經這麼先進了 為什麼 我們不做呢 然後我昨天好像跟大家談到 我們空氣污染指數 這麼的高 今天的 知道的話 我說楊貴貞傳給我 他說北京今天的 空氣污染指數 是三百二十二的濃度 PM2.5 然後 然後 其他省財問北京人 說今天北京人怎麼那麼扭啊 北京人就深呼吸一口氣 看到了他 北京人就這麼扭 那個 江下來的 空氣乾乾淨的很 小伙子 但是他 深呼吸一口氣之後 想年26歲 北京人是活在這麼嚴厲的環境下 還可以活下來 那從三里來 空氣好不寫 到北京人家掛掉 想年26歲 真的生物是一種氣氛 那 空氣污染這麼嚴重 事實上 會直接影響你的生命 有一個很簡單 我看到的數據是 如果你是洗腎患者 你有家人洗腎患者 你的血液裡面 PF2.5濃度如果高達 某個程度的話 洗腎患者的死亡率 會蠻高的 PF2.5的濃度高 也會影響 洗腎患者的死亡率 我一看 我就覺得這標題是怎麼下的 哪有可能啊 洗腎跟PF2.5 有什麼關係 他說 PF2.5會進入你的血液 進入你的肺泡 進入你的身體的 循環系統裡面 對嘛 因為PF2.5就是小 當你看不到他 嗯 真的進到我們身體裡面 塵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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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他那麼小 PF2.5是更小的 所以張英俊 為了 推動再生的人 他覺得對環境 對這個社會 有一份使命感 那楊衛珍 就是桃園的楊衛珍 他也是這樣子的人 他買一片板子 他們家只有 早上11點前的太陽 也能推出來 曬曬太陽 哇 160瓦耶 我們這160瓦 一片板子是標準板 是250瓦 現在大概260瓦呢 265瓦是最主流的規格 明年的高效能板 295瓦 明年大概所有廠商都會用295瓦的板子 然後他說他們家 今天發了170瓦 你問我說 那為什麼沒有到 太陽如果直射到夏天 可不可以直至250瓦 可以嗎 都沒辦法 台灣大概就要80% 250瓦的板子 他頂多衝到200瓦 不太上得去 因為台灣的太陽 真的沒有那麼強啊 如果你把這個板子放到 四道 或許可以喔 不是四道 因為他陰雨 因為雲層比較 我們比較厚 所以他們家大概量170瓦 然後他說 他們家現在同時間 燈泡也就是一顆 在開開10瓦而已 那你170瓦去哪 沒問題 現在就送台電 一片板 他就這樣子玩 玩出一個新的 然後他們家的 你們看過臉書 上面有一個 那個多家鼓勵廚房 四面板 事實上只有早上下兩套 下午完全下兩套 前面是中越 國寶 擋住了一個正道道 擋掉 他要抓 他就想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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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你下午沒太陽欸 沒東西 我要抓 我要抓 我說我已經抓好久了 沒有人要來幫我裝 我說對阿 大家是在裝 10k 20k 100k 200k 500k 你那個才1k 誰要裝 我以前就這樣1k 我也是 什麼東西 1k 1k沒有 我現在遇到的貿易 我們在說 有自用電那種市場 我開始把板子接燈泡 欸會亮欸 你們以後真的買一片板回去玩玩看 燈泡還差音會亮 你的感受 你會 你會無法言語 那種 喔會亮 拿一片板回家 國小 帶在國小 等一下給小鐘看 欸這樣就亮了 把它再認定亮 去體驗這個感覺 真的 真的 欸 我們這行業實在是 太少人從事 好可惜的一個 一個產業 楊慧珍他買了 一片 四片 接下來還要進去 賣店狀態 然後 上下禮拜 我跟他談到另外一個 尤其他主動 對阿 我覺得各位一定要把握 這個產業 他的成長的力道 或趨勢 你當然一開始 你業績可能不是很好 那又沒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真的阿 你走進去說我 你知道我做什麼嗎 他就不知道 你知道我做什麼 但是如果胡瓜走進去 你知道我做什麼嗎 我們是主持人嘛 你業績不好 大概是正常的嗎 那又沒人知道 你賣太陽能擺啊 誰知道阿 可是現在我的臉書 在我的朋友圈裡面 所有人都知道 我就這樣 我現在只有一個工作 就是我本來現在 臉書有三千一個好友 我加到六千 加到一萬 加到兩萬 我客戶群會不會多一倍 兩倍三倍 所以你如果想到 十倍速增長 你的業績很簡單 你就讓你知道 你做太陽的發現 增加十倍 你手機中進度只有三十 三百個人 請你加到三千個人 你業績沒有加一倍阿 我頭剁下來 不是 把螞蟻的頭剁下來 不是 把雞的頭剁下來 只雞湯給吃 你手機有增加十倍 從進度 難道業績多一倍 你如果打拼的話 你不曉得你有沒有打到客戶 你們在這邊一陣子 有沒有人自己手上 你都要穿 有啦 不多啦 會有啦 這行真的是值得嘗試 好 我們把這個 從理念 從再生能源 從我們對環境的 使命開始做 從你們自己家開始做 從你們開始 是否昨天我跟你們講一下話 是說 有一個客人 你阿伯 小娘 你們這麼太棒了 這個世界潮流 領先的趨勢 你們這個 這個怎麼 安裝的這麼少呢 你阿伯 你就拖電了 好不好 你怎麼沒招 欸 欸 就是那個 那個 你阿伯 你阿伯 我就是有意見嘛 那些 理由一大堆啊 我今天 來的路上 我貼了一個 那個 拉斯維加斯百分百 我的朋友下一個註解 當你想做的時候 當你想要做的時候 要做起來 當你不想做的時候 理由非常多 真的很多 因為我今天講的朋友道理 台灣政府就處於那種 要理由非常多的政府 有很多 他就舉核電磅 我們說 欸 台灣的那個 這個太陽 雖然很大 可是它是不穩定的電磅 廢話 誰不知道它不穩定 不會加電池阿 那不可能說 我們一個那麼大電廠 裝電池阿 廢話 你動點腦袋嘛 我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那你不會做嗎 就買一面板 你就可以接三盞燈阿 你請問你們家 這一定要幾盞燈 六盞 兩盞 直流電 那哪有多難啊 直流燈是一大堆的 像這些 這些燈嘛 是不是有變壓器 把它爬掉在直面阿 手機也可以用直流電磋阿 這可以用那種板窗阿 我試過 只不過太陽真的很大 就把他烏起來都把它充壞掉了 燈泡是不會壞 因為它裡面有一絲嘛 它不會壞 那手機那個 手機不會壞阿 是那條線會壞 那個充電筒會壞 但是真的阿 買兩邊板子 人家二丁六盞的這個量阿 如果同時間全台灣 從你開始做 從你開始做 每個人都開始做 的時候 隨便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最近經常舉例 我舉什麼例子呢 那是